画面中可以看到救难人员小心翼翼 护着山友们度过西床 一个扶一个大家带着头灯 这一行共四人的山友 13号结伴下午从宜兰郊西乡 越莓坑瀑布陆山 经过德子口气步道往通天桥方向登山 不料折返时 一次路况不熟迷路 天黑又加上其中三名女山友 体力不知无法行走 他们只好打电话求助 几艘货疤后集结人力徒步陆山救援 来看一段当时画面 太晚了啦 你上山怎么可以下午 想说走这边比较近 啊 这么难走呢 那怎么走 对不起啦 那个麻烦你们 我们自己都觉得很难走了 你看 救援人员晚上七点多路山后 约九点多 找到四名山友 接着护送他们走回五风骑停车场 一行人约深夜十一点多平安抵达路面 随后各自返家 结束一场惊魂